锁定台式五间新闻 方金的护肤方法白白肿 其中有一种是把活的蝸牛放在脸上爬行 据说可以透过蝸牛的按摩改善肤质 让皮肤得到蝸牛的精华 尤其是它分泌的粘液 这种护肤的法最近传到了中东叙利亚 有不少人都跃跃欲试 但专家表示目前还没有科学研究可以证实 蝸牛的粘液对人的皮肤具有疗效 活生生的蝸牛在民众脸上爬来爬去 头上两只触脚来回摆动 看起来有点吓人 这里是叙利亚一家护肤中心 去年业者将国外很夯的 蝸牛护肤法引进国内 不少人趋之若鹜 30分钟的课程要价约台币2000元 外界推测 蝸牛神奇的自我修复机制 很可能跟他们分泌的粘液有关 接触过的客人觉得 现在他们的皮肤变得更光滑更细致 这家护肤中心 妹妹负责美容护肤 哥哥则负责养蝸牛 专家表示 目前还没有相关的科学证据显示 蝸牛能改善或修复人类的皮肤 但蝸牛护肤显然已渐渐未为风潮 刘雍伟编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